HELLO 現在十點鐘了 這就是每日航拍新聞 我叫Bernan Call 大家好 HELLO 師兄好 我現在進入一個check room 我會繼續講回那架西貢一號 名字叫做西貢一號 不是沉船 沉飛機 這架沉沫的飛機 我現在給大家看看 沉沫的飛機 我現在看一看 OK 待會我先穿了這個桌子 看看行不行 HELLO 晚上好 各位星好 HELLO 見到星來到了 這樣我盡量不要走路 OK 行了 我先停一停 先看看位置 我會繼續講回 飛機的東西 黑盒有 黑盒就是那個 張SD卡 電池就沒辦法 電池已經 扔掉了 你看到 那架飛機原本就是這樣的 這個飛機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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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Y HELLO 你好 HELLO HELLO 謝謝 那架飛機原本就是這架相 是師兄 JACKY給我 你看看 這架飛機 你看到 OK 我給大家看看 這些全部豪鶴 至少我看過它 都有半年 這架飛機已經 摩打的那些 我會拍照 做過直播 順手 你看到 這些地方 其實 這些雲頭的地方 是不能動的 已經被它 瘦食了 還有被 蠔殼頂住了 那用 SORRY 又忘記像成 打一隻 忘記錄影才 打一下 大家看看 我先說一下 那個 處理方法 HELLO 那 它遮到一點 有一點點陰影 你看到 你看到 掌翼的東西 你看到 掌翼的 是不是 已經是 黏滿了 青苔 摩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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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沒有壓力 你看這些 這些翼的位置 你看看 機臂 吃光了青苔 起光了 蠔縮 都挺硬的 整個機身 基本上都被它感染了 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飛機 是不能動的 在小弟那裡 其實 有得搞的 我第一次 見到 這次最惡劣 這次 師兄給我 這個真的很惡劣 又要求師兄給我 我叫它給我看一看 看看有沒有辦法做 看到了 我先放在這裡 大家都可能看到 這裡是沒有花沒有架的 我從這邊的螺旋掌翼 我給大家看看 螺旋掌有 有小蟲的位置 我先分開 左和右是不同的 我給近鏡給大家看看 我先分開 這些東西 看到左上角 已經是清理了 我逐樣去說 我留得低的有多少 小人說這件事 多謝師兄 多謝各位師兄 我會說一下 清理的手法 以及 可以繼續去處理它 因為 它已經沉在大海很久 但是 機緣巧合的飛機 就 出回來 Hello Hello 師兄你好 我先把聲音調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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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右上角 左上角 這邊 我已經處理了 你看到 所有的東西 已經處理好了 那 因為我都是盡量去處理 那 100% 那是不可能的 你看到這個 它這個 就沒有上箱 這形 你看到 一邊看下去 對而 有 這個反掌 這個 你看到 反掌 這裏有少少 是撞花了少少 這個 可能之前 就有少少 撞到飛機 引致這次意外 這次 我 這次 這裏 這裏也沒有事 那 有一隻前臂 就是 這裏有少少 崩了 這裏有少少崩了 我 不知道是甚麼情況 但是 有一個地方 是撞塌了 這個位置 你看到 這個位置 它撞過東西 它不是很嚴重的 撞過 這裏有少少崩了 你已經看到 這裏有缺口 我沒有弄它 那 我 我遲少少 我就弄好這些掌 試一下飛 因為為何要試飛 這裏 它沉在大海 那麼久 機緣巧合 拿回來 還有些豪叔 在這裡 豪叔 其實 大家可能不清楚 什麼叫豪叔 在船底的豪叔 一般人 大家頂不住 在船艙裏 在船底做澳 即是賣澳 香港有船澳 或者是青衣島 由那邊上去 但是 那邊有一些清理豪叔 我有去過 在青衣島釣魚去過 那些豪叔 你弄出來就不覺得 但是 你久了不攪 它死了 那股 臭味 很厲害 聽我爸爸說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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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吃那一首東西 他告訴我 這樣才能頂得住 我不知為何 他告訴我 我不敢說那一字 他吃那些 是那些做的 那些 那些人去做 清潔豪叔 他在很多年前 至少在四十年前 告訴我 那我說 這麼大的味道 他說 對呀 你剷完底 那 剷完船底 或者是螺旋杖 那現在就有高壓水槍 那之前都有的 很多年的高壓水槍 那 就找個七剷 類似的 剷船底 那些都剷完出來 那掉下去 那沒有人清理 那 那有些 大的 他說這樣的 有些大的青口 他就會拿回來吃 我也吃過 在船上有青口 但是那些船 可能有時候 就不太清楚 那些豪叔 其實是 那些底油 是有毒的 那隻 那些青口 吃過一兩次 我記得就是這樣 不知哪裏窄 他說在船上拿回來 哇 有這麼多的嗎 是呀 有些寄生物在這裏 那這個東西 就一樣 那其實那些 那些腥臭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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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覺得有些問題 那 也 我會繼續用它 多謝師兄來到這裏 Hello Vimar Hello Vimar Hello 你好 哈 Danny 師兄你好,漫廷師兄你好,庫強師兄你好 哈嘍,福師兄你好,哈嘍,大家好 這裡我會用這堆獎 還原飛機,裝在飛機上 嘗試起飛機,看看能否多些靈感 遲些你就知道有甚麼作用 第二,很關注阿星,又關注這個黑盒 這個黑盒是飛行紀錄,所有資料都在這裏 還有,有兩個人會清楚知道 DIJ公司會知道炒機的原因 但只有第二位,就是操控那個人 他知道,只有兩個人知道這件事 第三件事就在這裏 這張卡看上去,似乎沒事 但這個膠紙就脫掉了 這裏的汗點就讓它快速測試 用來測試用 這麼多眼針,一刺下去就可以測試 那張卡有沒有事 不是逐個他,有個Tools 有個Jick,按下去便可以測到 但我試試看,我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我先拿出來,小心點 因為這張卡,拿出來 那張膠紙是不需要的 這個我先放在這裏 放在這裏 可以開啟後它會開啟 我先看看會不會開啟 我給大家看看 正常這個SD卡是我的手機 這個就是內存內存 這張卡是進去的 我試一試 它希望我拿回 知道裡面有什麼事故 炒了手機 希望找到手機主 但現在我試過 是它沒有辦法可以拍得到 我先給大家看看 我拿另一部手機給大家看看 我證明那部手機是我的手機 我要證明就要拿開它 今天就會漫長一點 因為大家在做CSI的工作 先拿出來 這張卡是我的資料 我放在這裏 現在我把這張卡拔出來 拔了出來 大家看到了 什麼都沒有反應 放在這裏 這張卡要記住 就是這個牌子 是不是 我都不懂得讀什麼牌子 這張卡拔出來 Scam 放在這裏 這張卡拔回來 這張卡拔回來 等一等 OK 它多了一個外置的USB 這個內置 這個外置 它可以找到所有資料出來 知而我飛過在哪裏 是不是 行不行 我放前一點 我看看 證明到 我拿走這張卡 它是有效的 它就關掉了 看著 沒有了 是不是只有兩個 是不是 我再試一次 先把這張卡拔回來 這個飛行密碼 我想把它開開不了 如果不行 就是要找外力幫助 希望它是否感應不到 希望它可以穿得到 我再試一下 不行 它做不到 因為我試過 我先放下 這裡 我先放下 這個東西 我先放出來 先放下來 因為這些資料都是私隱來的 如果我開得到 就最好 我可以找到師兄 尋回給它 希望找得到 但現在沒有機會開得到 我暫時就先放下這些工作 我會繼續去尋找一下它 我先放下剛才那部機器的資料 先放下 等一等 是 等一等 是 這樣 這部機器你見到 放在這裡 第二樣東西 機翼的東西 它沒有什麼很大的損傷 我還可以應付得到 另外這張卡 就如無意外 它就可能浸太久了 但是它的度金層 是沒有掉過的 原來金層是不怕鹹水的 我第一次才知道 想著它之前要掉 其實是不能掉的 銅就不行了 金層就很厲害 真的沒得談 浸了半年 鹹水還可以有 但是 可能這張卡本身壞了 另外這個就是機膠裏面的後機膠裏面 我還有一個在公司 這個就能放進去 這個我暫且就 因為它不可以用一些揮發性的東西浸進去洗 為什麼呢 用火水其實揮發性低 它最好 對機器來說是最安全的 即是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火水就是對一些鐵側 含鐵的東西有防修 它是水而已 不是真的水來的 是的 石油的副產品 OK 即是底層一些 但是它過濾得很乾淨的 火水的穩定性很高 OK 這個東西正常是用火水浸的 但是不能夠 為什麼呢 它有一個膠在這裡 那個膠如果吸了火水 有機會會裂的 那我們不行 水就可以給它 但是水就會生瘦 這個取捨了 這個膠 有兩個 還有一個在公司 可以留得回 另外就說 雲台上面 還有整個雲台 基本上 裡面的臂 很多時候都會撞斷這條臂 這條臂就沒有撞斷過 因為它是很低速撞擊的 就不是 不是 放大一點 不是說 很 很 很大力撞它 這裡 就變了 我不知道大家清楚嗎 這條臂可以留得回 因為很多時候撞傷的機 裡面的雲台 這條臂有機會斷 壓著電線的臂 而斷了電線 要嚇� slam 於是 導致雲台不太暢順 很多時雲台動一下動一下 可能雙鼻斷了 雙鼻斷後 夾著線 天線不斷 令雲台不暢順 這隻雙鼻是重要的 另外有兩顆Luber 我還可以救其他Luber 就爛了 這兩顆沒有事 被鹹水那顆 這兩顆東西仍然有彈性 沒有歸裂 這兩顆東西我們暫且都可以繼續用得到 這兩顆東西都是嚴重 大家都看到的 我放上一點給大家看 機臂已經很硬 機臂是硬朗的 它沒有撞到崩壞了 它生前的機臂應該沒有受過重擊 現在有些地方是我叫出來時 太緊,因為它全部吃死了 我想盡量還原它 至少尊嚴上不會扔掉垃圾桶 它更硬朗,沒有裂 這條鼻子可以用得到 看看遲一點 另外,左鼻子 右鼻子 你看到 它是不錯的 沒有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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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條鼻子的機臂是不錯的 沒有裂 沒有裂 很硬朗 這條機臂 在這件殘骸裏 這架飛機的殘骸 我們還可以找到 可以將它延續下去 因為它真的撞了海 不知道什麼事故 但它想著沒有辦法再飛上天 我希望完成這架機的願望 整理好它 其實只是換個零件過去 都已經損耗了 這件事沒有辦法 我暫且先照做 這就是沒有辦法的 這條鼻子可以的 另外,右後鼻 左後鼻 左邊後鼻 這條鼻子沒有什麼特別 因為你看到 它裏面的瘦食很嚴重 因為口螺絲握穿了 整個口螺絲 一隔去 整個口螺絲都穿了 它已經發霉了 真是沒有辦法 生前沒有加過油 沒有辦法的 因為浸在鹹水浸這麼多 都沒有用 因為都被它吃光了 這條機臂是正常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我發現 它之前有撞過 這邊有後鼻子撞過來 這裡有一個裂痕 很明顯地 它有少少骨折 是嗎 就是Internal Broking 裡面有些內斷骨 整條骨已經斷了 這裡我都跟它修補過 找兒容膠封了 它找AA膠 然後找兒容膠 然後握緊它 那可能 是不是 寬頻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呢 寬頻好像很差 糟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阿俊昨天很好 今天突然不知為何那麼差 突然間 到這條臂 這條左後臂 左邊 右後臂 基本上它都沒事 但是那些瘦 就很嚴重 有螺絲 它這條螺絲 關得很厲害 有些螺絲就沒事的 它供應箱的問題 這條沒有斷、沒有爛、沒有性 這條螺絲很硬 這條螺絲很硬 所以我就清洗鋼 在裏面的洞 鑽尾都清理了 這裡 不知道為什麼會做什麼呢 等一下 是否我 是否這部機拿了Wi-Fi 等一下我先關掉Wi-Fi 先關掉Wi-Fi 我先關掉Wi-Fi 我先關掉電視機 不知道是否電視 影響到我的Wi-Fi 有這個情況 等一下 我繼續會 昨天的Wi-Fi 那個流量很好的 今天呢 不知為什麼 大概 有人可能都不太清楚 我拍一段影片給大家看一看 我拍到這邊 我有一部機器在這裡 右後臂 其實呢 這裡 就 沒事的 對了 右邊的後臂沒事的 沒有斷 沒有剩 這個東西我大概都可以 聽到聲音就可以了 那 為什麼Wi-Fi有這個問題 到頂殼呢 那頂殼呢 那頂殼呢 這一邊的機殼呢 這個機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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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大家看得不太清楚 但不好意思 Wi-Fi不太清楚 那 這個殼呢 基本上就沒事的 整個殼都沒有爛 沒有成 但是呢 我出來的時候呢 拆的時候 這顆螺絲鬆不了太緊了 這顆螺絲鬆了 我現在把它黏好 上面呢 就用膠水滴好了 這裡 有問題的地方 我已經整好了 這裡 這個殼呢 可以用的 這個殼呢 但是這兩幅 燒頂兩幅 防干擾貼紙呢 它就爛了 已經爛走了 沒有了 直接被鹹水爛走了 那 膠呢 是放在水裡 沒有任何損傷 沒有翠裂 沒有什麼 這個殼呢 我們都還可以用的 因為很多時候 人家撞爛了前殼 這些爆了 蓋了 我就可以 再 用一層 噴一層灰上去 白色灰 就是 白色的油 這樣 會遮蓋了這些 這個空 這個機殼 就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可以用的 這裡 另外 底殼 很多時候 師兄說 有些掉了燈 還有 這裡有些撞爛了 它也有些降落 有些損傷 我看到它 這裡 但是裡面 我已經擠了 這裡我已經擠了二溶膠 幫它加固了裡面 另外 骨的拔出來 斷了的地方 我已經跟它黏過了 這些地方 整個殼 到時噴上色 就不會有些 有些 蠔殼的東西 就難看一點 這個殼 這個殼 不噴色 也可以的 因為這個殼 我不噴色 噴色 因為它的燈 有些 有些 傳道的燈 那些地方 我們就 這些殼 這個殼 等一下 這裡 蠔殼 這裡 這些蠔殼 這裡 我撕了一撕 很硬的 你看 這是灰 沒有了 那些蠔殼 就吃緊了 你看到我已經用顯微鏡 清洗過它 整個回復之前的狀態 兩條鼻子都調好了 這裡都調好了 還有一個蓋 這個蓋 之前有一個QR套 之前有一個QR套 我希望它能認得回 我都給師兄看看 看看有沒有師兄能認得回這部機 如果能認得回 我就簡單 整套東西就 研究完 我會給它 如果能認得回 這個曲 因為它都沉了很久 可能保養期都過了 如果能認得回 暫且還未有什麼狀容 這樣 但是我都盡量 給大家看一下 好嗎 這個QR套 不知道什麼情況 我盡量這樣做 飛機呢 你看到 還有其他零件的東西 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OK 等一等 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我都盡人事去做 OK 你看到 你看到當中的東西 我就已經 基本上 你看到 這個就是它的引擎 你看到 整個引擎 你看到 全部豪叔 已經生上來了 這個 是我第一個 清理 這個我已經清理了 開都開不了 要用鑽鑽打出來 你看到 這個東西 你看到 這些微生物 已經積在這裡 你看到 這個就是 摩打蓋來的外殼 這裡沒有燈 我會剪一段片 這個東西 雞腿 雞腿 我也有拍片 我純粹會剪一段片 你看到 這些地方 都頗為嚴重 這裡 這個位置都很嚴重 裡面都刪了 但是 它的白鋼 就沒事 不手鋼沒事 我叫白鋼 另外 雲台 你看到 雲台的 傷害性很大 雲台的傷害性 玻璃已經沒有了 這是雲台 你看到 雲台 唇 可能還可以用 那條 用纖維壁 那條 我還可以用 大概是這樣 雲台 我大概 這個 這是蠔殼 這是機翼的東西 你看到 機翼旁邊的東西 這裡生了一塊 這些 這些 珊瑚 鼻 這些全部 很多都被它弄在這裡 那 那 大概 今天 正正 就說這裡 其實 都浪費了一些時間 去處理這些問題的事情 都沒有辦法的 純粹上 你要去理解飛機 要把它還原 是要點點點 那其實呢 我就會用超聲波 就會 將它 第一個來到 就把鹹水 用個袋 分解它 把它稀釋 因為鹹水 繼續腐發 第一個問題 那些蠔味 就已經一陣 香味都出來了 就用水過 清了一些東西 然後就把污垂的東西 然後就 用風窗 吹乾淨 它沒有水分 然後 等一晚 再抽一晚濕 那我就 那天就開始 做了一些 後續的工作 那你見到 其實呢 今天可能的畫面 就不太清楚 但是 大概上 我會 有機會 我拍一段影片 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水 這些東西呢 螺旋裝 我已經弄好了 那我會 那本來很多 的獸殖 我都 那些蠔殼 都已經弄好了 那 等有機會 我會 再開一部機 試飛一下 那黑盒呢 那那個 Fighting Record 就找我出來 那就是 還未找到 那些 答案出來 那另外 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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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價位 螺絲 都還未 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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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 螺絲 有些問題 但是 基本上 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 這些 清理了 這些 我剛才說過 就拿不回數據出來 那張卡 可能是壞了 那 另外兩條 左右機臂 前的左右機臂 沒有什麼損傷 那 屁股 就不能留下 因為它全部 已經是關閉了 那 我已經在處理它 那 另外 後機臂 那兩條 它沒有什麼損傷 只有這裏有撞過來 有少少咬過這裏 有少少裂痕 那 我已經修補了它 那 用A膠 和一個 二容膠 已經修補了它 這裏 真的不會爆裂 那 這個就OK的 這兩條鼻都可以 如果它撞爛了 撞斷了 可以換兩條鼻 有機會 那 另外的 那個 主要的 主要的 就是在這裏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 只有兩張 防燒頂的 防干擾貼紙 那顆銅貼紙 就沒有了 被它侵蝕了 那 另外還有這兩條 那條網 就不見了 那條網 可能是太幼 被雨打爛了 這些地方 因為浸了在 大概估計它 大概半年 生過很厚 那 整個飛機我都清理了很久 那 那 的門 沒有破爛 開的時候 這個位置 就有少少爛了 那麼我在錄影 我想再講一次 那 這個機門到這裏 基本上 大家都可以 可以 可以用得翻 這裡可以 我把它放進去 這裡 是把 放進來 這裡 這樣 就把它把它放進去 把它放進去 就可以了 就可以用得翻 這個機門 機門可以用的 沒問題 這裡有個QR Code 希望師兄看不到 我拍一段影片在上面錄影 我拍了QR Code 如果師兄有的就拿回這部機 要特別注意因為濕了水 電已經在裡面爆炸了 有些黑的電池在電池外面 因為怕它會危險 我純粹要拆開它 這個殼我就弄完了 另外這個底殼 下面這個開關鍵是沒有正常的 還有這個燈的按鈕也是正常的 這個也沒什麼大問題 這顆東西還是可以按到的 它不是架構 我已經清理了 它藥的地方我已經加了二紅膠 而且這些地方是很薄的地方 這些地方碰穿的位置 行位碰穿的位置 這個位置我們基本上 這個是刷穿的位置 這個刷穿的 已經是有點烈烈的 我已經把容膠貼好 它就沒有爆炸的問題 基本上我就是有這麼多東西 基本上就已經弄過了 剛才試過那張卡是不行的了 還有很多青苔的位置 我都盡量去處理它 你看到這些青苔的位置 你看到 在機器的這些地方就已經 關閉了這些東西 這些就已經關閉了 是一些甲殼類的東西 這個東西我暫且 可能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那麼差 為什麼突然間 好不要理會了 大概就說到這裡了 多謝師兄 看回 今天我就暫且 我還有一些杯屎的東西 我又處理了 對了 舊機我去 另外就 這樣OK 這些是一個杯屎來的 整顆東西就已經被它 這顆東西已經被它 整顆東西都被它融化了 這顆就是馬達座下面的杯屎來的 不用啤檸 它只差成本 還有裝嵌技術 這裡真是 差一筆 有機會會掉的 那個馬達主座 這個沒有一個E-CAP 卡住它是危險的 普通的一些無碳插馬達 下面這個座 一定要過山 有一個E-CAP 卡住它 這小螺絲 收到底座 它令它不掉 現在它很奇怪 用電線拉著它 其實這個設計比較危險 因為我出來想了很久 都不明白它怎樣 盡量 終於想得明白 它用一些很簡單的 省著那249克 對飛行安全 嚴重 這裡有一點疏忽 這個馬達的設計 OK 應該DDIG聽到 吳星 Hello Hello 吳星 Hello Kelvin 是不是上面的鏡頭 用了 Gopo 不是 不是 不是Gopo 不是 它不是Gopo 它是用電話來錄的 是的 多謝各位 BEN 聲 Hello Hello 阿智聲 你好 Hello 世紀聲 你好 Hello 李先生 你好 Hello 李先生 你好 大家來到這裡 剛才說過 那部飛機 基本上我都會 可以鎖鎖鎖的 不知為何我換過Wi-Fi 都是有這個情況 我是不是要 我又不可以撥一部飛機 撥一部飛機 這條線就斷了 是的 要連接它就真的頭痛了 這樣我現在用回 可能就不關它事的 因為我現在用了Wi-Fi 用了 用了數據來出 我先把Wi-Fi 看看Wi-Fi會不會有個MOD OK 喏 昨天就很清楚 今天不知為何 這麼差勁 今天做甚麼呢 難道他真的不想讓我做直播 那我錄影吧 如果是 那我再錄影那一集 講到這裡 剛才你看到的東西 剛才就是真實的東西 很多人問 撥了線 收到 是的 是的 收了收了收了 因為我又沒有放聲出來 這裡 看看一會吧 我先放了 我先放了 今天也沒辦法了 今天也很差 我不想阻礙大家了 今天就 好了 到此為止 不知道為何有甚麼問題 遲些我再 弄清楚這裏 因為這壹事 就 不知為何 好像很差 我發覺 是的 信號 好了 多謝各位 遲些再談 好嗎 好 拜拜 拜拜